一张老照片,该照片拍摄于1955年 拍摄地点在北戴河 这是杨尚昆和儿子杨绍铭的一张珍贵流影 这是他们父子亲切交流的画面 这样温馨的画面 这样亲切的镜头还是第一次见 从画面看,杨尚昆穿的布鞋已经破烂不堪 上面有窟窿,这是老一辈革命家艰苦朴素 勤俭的镜头 杨尚昆四川同南人,也就是现在的重庆同南人